这是一块Arduino开发板 这是一块ESP32开发板 这是一个传感器模块 在这些不同的电路板上 都存在着同样的一种芯片 线性纹压器 也就是LDO 它的作用非常简单 但是又很重要 就是把外界的输入电压 转换成内部其他芯片需要的电压 这个世界上的线性纹压器 有成千上万种 即便是最有名的线性纹压器之一 也就是你们熟知的1117 都有很多种 它们来自不同的厂家 有着不同的价格 比如说最常见的AMS1117 来自于AMS这家公司 德州仪器也就是TI 生产了TLV1117 安森美生产的NCP1117 国内也有很多厂家 例如威门的ME1117 长电的CJT1117 那么这些1117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应该选贵的还是选便宜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评测一下 这五款1117芯片 通过评测这些1117芯片 让大家对以下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 如何正确的使用线性纹压器 线性纹压器的数据手册中有哪些关键的参数 如何测试一颗线性纹压器 首先要声明一下 这五颗1117后面的四颗都是我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正规芯片 只有AMS1117是我在淘宝上两毛钱买的 我不太相信这是AMS公司生产的 大概率应该是个仿造的山寨品 之所以还是把它放进来做评测 是因为它很便宜 而且大部分人能买到的也就是这种山寨的AMS117 要使用1117首先要明确的是电路图 你可能会觉得1117的电路图有什么好明确的 不就是输入输出加个电容就可以了吗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手册 确实提供的参考电路也就是输入输出各家一个电容 但是在另外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有这么一段话 翻译成中文之后就是输出电容要使用一颗坦电容 言外之意就是说它不能用这种陶瓷电容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坦电容一会会细讲 我就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坦电容 另外我也抽空化了一个测试的PCB 反正现在PCB打样也不要钱 在1117的输入输出各焊接一个电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对于一个电压转换芯片来说 输出一个准确的电压是最起码的要求了 输出电压的测试标准数据手册上也有标注 一般就是标称电压的正负1.5% 3.3伏的话也就是3.25到3.35之间 对于准确度的测量就很简单 找一个电压表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我一般会分别测量空载和满载的输出 也就是输出电流为零时的输出电压值 以及输出电流为800mAh的输出电压值 好第一轮测试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根据我们之前的标准 这一轮测试所有的111器都通过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测试的是输出的平稳度 也就是纹波 对于任何电源输出肯定是越平稳越好 但是现实世界中因为各种因素 没有这样理想的电源 输出肯定有一些这样的浮动的 我们需要测量出这个浮动的上下压差 纹波的测量需要用到试波器 这样才能看到实际的输出波形 测试纹波的方法往上有很多 有两个关键的要点 第一个是需要把试波器的带宽设置为20MHz 第二个也就是最重要的是 不能简单的这样接 此时试波器的地线会受到大量的电磁波的干扰 而导致测量结果偏大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一个小环套在上面接地 同时探头点在输出电容上面 这样才是最规范的测试手法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可以看到5颗1117基本上没啥差别 一般来说LDO的纹波在20MHz以内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正常使用了 所以这一轮所有的1117也都通过了测试 在线时中线性吻压器后面接的负载是动态变化的 就像我们家里的用电量会随着各种电器的开关 时时发生改变 而用电量的波动又会影响到电网的电压稳定性 同样负载的变化也会带来输出电压的波动 为了在线这种电压的波动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仪器 就是动态负载机 它会把自己模拟成一个周期性的负载 也就是产生一个周期性的电流 此时我们在去用试波器观察输出电压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看到输出电压的波动了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这一轮测试差距就明显拉开了 表现最好的是来自于TI的 也就是3块钱的TLV117 电压浮动有94毫伏 排名第二的是安森美的有134毫伏 第三的是长电的172毫伏 第四的是威门的216毫伏 最差的就是山寨的AMS117有344毫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数据手册中会有要求输出电容 用坦电容而不是陶瓷电容 我们换上一个相同溶质的陶瓷电容 可以看到即便是TI的TLV117 它的输出波动也有200多毫伏了 而山寨的AMS117更是达到了500毫伏 电压最低点连2.8伏都不到 这很有可能会导致电路的不稳定 为什么换了相同溶质的电容之后 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上期视频我们有提到过 线性纹压器的内部 可以看成是一个小轮 一个电压表 一个可调电阻 小轮观察电压表的输出来决定可调电阻的值 从而保证输出的恒定 这是一个闭环的系统 而输出电容也是这个闭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电容也不仅仅只有溶质这一个参数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就是寄生电阻 坦电容的寄生电阻大 陶瓷电容的寄生电阻小 看上去明显是陶瓷电容的性能要更好 但是1117恰好是需要利用到坦电容的寄生电阻 才能稳定工作 至于原因我就不细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下 环路稳定性相关的话题 事实上这也是电源芯片最有技术含量的地方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1117的电流和发热 几乎所有的1117都会标注 可以输出不安的电流 但事实上5V转3.3V电流800毫安的时候 1117就真的可以烧水跟烤肉末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数据手册中有这么一个参数 单位是摄氏度每瓦 它指的是每一瓦的功耗 能在芯片内部和空气产生的温度差 当然这个数值并不是很精确的 跟分装外部空气的流动速率 PCB布局等等都有关系 只能说大致估计在80到160左右 芯片内部的温度大致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算出来了 带入5V转3.3V 800毫安电流的话可以推算出芯片的温度至少在130摄氏度左右 确实可以烤肉了 所以尽量不要让1117去承受超过一瓦的功率 如果一定要的话 可以考虑加入散热片 或者干脆换方案使用DCDC 至于DCDC的使用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给大家介绍 总结一下 我们主要从输出的电压值 纹波动态响应度三个维度做了评测 从测试结果也可以很明确的看出 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3块钱的TLV1117性能最好 5毛钱的CJT1117性价比最高 至于2毛钱的山寨AMS1117 我就非常不建议购买了 另外1117尽量要使用坦电容做输出电容 不建议使用陶瓷电容 同时也要时刻注意发热的问题 并不能仅仅只看输出电流 而是要使用消耗的功率来计算发热量 这几个评测的维度不仅仅对于1117使用 其实对于其他的线性能压器也完全适用 事实上1117已经是一颗很古老的线性纹压器了 现在新出的很多线性纹压器的各项指标 都要优于1117 还加入了短路、过流、过压保护等功能 后面有机会的话我再给大家介绍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龚柯南孙老师 我会定期给大家分享一些硬件相关的知识 别忘了关注和三连哦 拜拜 拜拜